歡迎 我們這一組是公共土地大行動 加上有一個叫天龍特工地 其實就是要把公共土地的資料 公開 然後它的公共土地每一塊的開發過程 還有我們在想像就是 我們大家一起決定公共土地未來要做什麼 這個大概是三個主要的方向 那其實就是我們看我們的城市 我們其實也不曉得哪裡會有公共土地 那可是其實身邊 像例如說最近 已經結案的算是台北學院 小巨蛋對面的一個國土地 那就標的很貴啊 然後到底要做什麼 也有一些文化界的人 其實是訴求他有文化資產 然後有大樹 他是很複雜的角力的過程 那資料中間上面 有一個一萬四千筆的 這個台北市可建築物建築物登記的 公共空體地號資料 那我們就先做這個 這一萬四千筆的這個 操作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想做一個網站 就是 介紹公共土地的議題 賣掉多少啊 都市更新DOD 然後我們有一些訴求 然後就可以來 查這一萬四千筆的地號的 在哪裡 透過行政區還是面積還是 是誰的土地 那所以他會有一個地圖的呈現 那其實這一部分今天就想要邀請一些 專業的朋友是說 有沒有可能讓這個資料 除了地號面積已有的資料之外 一般的人也可以來編修這個 譬如說他他知道 台北學員其實有很多的故事 他有開發的風聲 他都可以來編修這個資料 所以這個是想要有興趣的朋友一起來做 那我們也會提一些好的土地圈 而且是實際在台北市的經驗 那其實是 主要就是我們想要做 地號轉成地圖 然後也開放大家來操作 甚至是跟一些公共自有的 例如說都市更新的資料庫 做一個結合 就等於說我們有地號 我們也可以去都市更新的資料庫 對照一下這個土地有沒有在 入市更新的程庫之中 這是要透過我們 他所謂NGIS的一些部分 取出整合 好 那就是前端 後端都會需要 那其實也衍生 那一萬四千里都在我們實際的空間 會不會有些遊戲 或是跟行動裝置 可以一起的想像 所以如果有這個想法的話 也可以來找我們 或者是你對 你比趙騰雄還更了解公共土地的生態 你可以來找我們 好 那我們其實 夢想還是很多 那公務門那邊的資料 我們都還在整理跟檢查當中 好 接下來就是放晚的 就是園藝建設的豪宅 大一森公園那邊的一個 共有土地然後買掉 然後被抓去關 然後明白理 說大家也想要做房地產 然後有都市更新 很複雜啊 然後最近有一個公民黨的土地的資料 好 拜拜 那個公共地大行動 是上一次黑客森的第一 票選第一名 然後他們有很完整 欸 他們有完整的那個hack folder 所以等會有興趣的話也可以 對